军武速地军情必达 近日江苏沿城一渔民进海捕鱼时 捞出一个体积庞大的黑色物体 经鉴定是境外国家在我国海域投放的波浪滑翔机 能进行侦查和情报搜集任务 2016年至今 多地渔民陆续捕捞到境外投放的型号各异 种类繁多功能先进技术的监测装置 近年来网上有句话叫 保家卫国农业部开疆扩土渔政署 面对侵犯我国领海的外国船只 在海警船没赶到之前 中国渔民并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奋起反击 时间追溯到70年代 那时中美还处于蜜月期 1979年10月 中国渔民在打鱼时意外捞起一枚美军MK46鱼雷 推测是美军演习时弄丢的一枚训练鱼雷 美军家大业大射丢一枚鱼雷根本无所谓 不过对于中国来说 这枚新型鱼雷可是个好东西 最后成功仿制出被我军如今大量装备的鱼漆型鱼雷 由此中国渔民得到启发 只要是美军丢的东西一概捞回去 由于南海水文条件复杂 美军为了掌握当地水域的详细情况 每次到南海都要投放声纳探测设备 这些探测设备既能收集我国重要海域内的各类环境数据 又能探测获取我海军舰艇活动动向 长此以往会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 一次偶然的机会 中国渔民捞到一件奇怪的东西 交给专家鉴定为某国声纳探测器 最后卖到不菲的价钱 重赏之下必有永夫 随后只要一看到有外国军舰驶入南海 后边就会跟着一群中国渔船等着打捞军舰投掷的拖拽式声纳 2009年美军无侠号探测船一进入南海就被中国渔船全程跟踪数日 中国渔船不时冲上来准备切割一切投放的声纳 美军无奈只能用水枪驱赶 幸亏无侠号采用的双体船型收放声纳容易 不然肯定要被中国渔民捞走 除了声纳和鱼雷 中国渔民还会捞到其他间谍设备 2012年53岁的船老大黄运来 在南海捕鱼时偶然捞到一个类似鱼雷的奇怪装置 经国家安全部门鉴定 这是一种新型的揽控水下机器人 具备水下拍照和通讯功能 能窃取我海军潜艇和水面舰艇的关键信息 随后国家安全部门对渔民们进行了专业培训 建立了一套安全联络机制 只要一发现外国军舰投放间谍侦察设备 就立马报告 去年美国刚在南海投放了一个无人潜航器 就被中国渔船捞走上礁 以至于现在美军军舰每次投放声纳 都要躲着中国渔船 所以正如国防部长说的那样 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 几十年来守卫祖国南疆的 不光有中国海军和海警 中国渔民也同样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守卫祖国寸土不让